Hello,大家好,我是隐私质量师,怡婷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一期视频呢,我们聊过了典型挑食行为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我们来聊一聊 极端挑食行为有哪些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开始重视这些问题 然后同时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改变 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有兴趣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除了peaky eating这个形容词之外 可能你经常也会在其他一些报章啊文章上 会看到其他的英文的形容词 就比如说problem feeder或者是selective eater 到底这些形容词是有什么意义呢 它们是怎么去分类的 很不幸的是在医学上呢 我们还没有特别去针对儿童喂养障碍的 这些医学分类的资讯 所以呢,以下呢 我会以一本书作为我的参考资料 然后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 这些英文的单词大概会用在什么样的诊断上 首先呢 我们先回到今天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 Extreme Piggy Eating 这个definition呢 是来自于这本书 这本书呢 是由一个medical doctor 还有一个语言专家所撰写的 它里面呢 主要的是探讨这个Extreme Piggy Eating的一些 有些胃养策略跟一些方式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样的棘手的问题 但是它的definition呢 我大概先念给大家听 Not eating enough quantity or variety to support healthy emotion physical or social development Or eating pattern that are a significant source or conflict or worry 它的这个中文翻译呢 主要是说 孩子的整个overall的diet 已经完全影响到了 他这个社交 还有情感 还有身体发育 并同时已经干扰了家庭的这些 进产气氛 然后让家长非常的担忧 所以呢 这个就 这个情况我们就称为 Extreme Piggy Eating 极端挑食 那么在这本书中呢 它也有其他的 英文单词的这个definition 我大概跟大家简单的 大概过滤一下 这些单词 你可能会在一些文章啊 或报章上面看到 第一个呢 就是Problem Feeder 问题喂食者 孩子吃不到20种食物 喜欢的食物一直在减少 不曾添加新的食物 在他们的这个食物list里面 和其他家庭成员呢 是不吃不一样的食物 整个食物组都有可能是不喜欢的 比如说他们完全不吃肉 或者是完全都不吃蔬菜 对新的食物感到恐惧 害怕和不安 不舒服 第二个是Selective Eating Disorder 选择性进食障碍 它和Problem Feeder的定义 是差不多类似的 他们可以接受的食物呢 也非常的局限 而且会拒绝新的食物 第三个形容词呢 是Food Aversion 食物厌饿 食物厌饿这个情况呢 一般会出现在孩子 可能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病 或者是某些食物 给孩子带来了一些 不愉快不好的回忆 就比如说他们吃某样食物的时候 突然呛到 或者是他们有过敏的反应 必须要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 这个食物对孩子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孩子可能在以后就不敢再接触类似这样的食物 对食物也有普遍的恐惧和焦虑 这个Food Aversion呢 一般它的这个表现会发生在前面 刚才我们两个讲的 Problem Feeder和Selective Eating Disorder的小孩身上 第四个是Food Neophobia 食物恐惺症 它的主要的definition呢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会害怕新的食物 但是对很多我们当父母的来说 就是新的食物应该是要去怕的嘛 因为上一期我们讲过了 因为这些食物对小孩子来说 可能是第一次接触 或者是对他们来讲是新的质感 新的口味 新的味道 所以对他们来讲 一定是会有一些怀疑 或者是会有一些害怕 这个Food Neophobia呢 对他们来说 可能这个食物的出现 会让他们感到更加的焦虑 更加的恐惧 even连其他他觉得是安全的食物 他们都会可能不敢去接触 所以他们是完全是害怕新的食物 跟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新的食材 第五点是Afrit Avoidant Restricted Food Intake Disorder 中文翻译呢 就是避免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 以前呢也可以称为是婴儿的厌食症 一般他这个诊断方式呢 是来自于这个精神疾病诊断的统计手册 DSM-5 将其定义为在6岁之前就会开始 而且他这个状况呢 会一直延续到一个月左右 诊断的标准呢 就包括了一些胃养 或者是食物进食上出现的一些障碍 就比如说他们的体重突然下降 或者是营养素严重缺乏症 然后这些孩子呢 必须靠这个oral supplement 还有这个tude feeding来帮助他们 辅助在他们的这个饮食上 第六点 Failure to try 身体发育不足 这个一般这个情况呢 会发生在就是 我们在medical checkup的时候 会发现小孩 可能从正常的15% 然后突然drop到少于3% 就会发现孩子在这个 成长曲线图里面呢 突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drop了几个% 这个failure to try呢 一般是由不同的疾病或者情况 而导致这个营养能量吸收不良 导致他们体重下降 或者是导致这个孩子 会有一些营养素缺乏症 一般我们会看到呢 可能是先天性的染色体异常 或者是精神系统上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肠胃啊 发炎啊 感染啊 这些东西都会导致孩子们的 饮食量 进食量都会大大的下降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会考虑到一些环境的因素 就比如说家庭的收入啊 他们没有足够的这个收入去 买奶粉啊 或者是喂这些副食品 或者是有些可能家庭的 这个居住环境是非常的不卫生 而导致孩子们经常生病 所以体重才会不断的下降 最后一个呢 是feeding disorder 胃养障碍 这个是最常看见到一些 在一些报章文章上会说 difficult feeding disorder啊 这些英文的单词 那么这个feeding disorder呢 是根据这个美国言语语言的 这个协会来断定 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在 咀嚼上或者是吞咽上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者是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孩子 定义为是feeding disorder 当然还有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在不同的研究报告 或者是不同的国家 他们都会用不同的形容词来 形容一个吃得非常少的小孩 所以有些国家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澳洲 他们都可能会用不同的词汇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去想 可能人家用不同的词汇 可能我们会是因为 他有不同的诊断 大致上这些诊断呢 都是可能会归类为 extreme picky eating 他们都会有一些病因 然后我们要去找出解决的方式 第一点 孩子持续性地对某些食物的触觉 视觉 还有嗅觉 都感到恶心 或者是有作呕的反应 第二点 看到某些食物的时候 情绪突然变化非常大 突然感到害怕、焦虑、恐惧 第三点 坚持用某种方式来准备某种食物 如果用其他方式去烹饪 或去烹煮某样食材的话 孩子是一律一律都不吃的 就比如说 例如是 McDonald的Chicken Nugget 他们只接受McDonald的Chicken Nugget 但是家里 Homemade的Chicken Nugget 他们是一律一律都不吃的 第四点 是你已经认为 孩子已经到达了某种程度 他不吃不喝 就必须是会饿死 跟要去进院 进行一些治疗的时候 然后加上 你自己本身的焦虑和担心 已经提升到某种程度了 不能够再接受下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我们必须要 真的去重视问题 第五点 生长吃缓 体重下降 第六点 某些营养素的缺乏症 就比如说缺铁性贫血 第七点 他们的饮食 overall他们的Diet 是吃少过20种食物 有些甚至是少过5种食物 第八点 因为他们吃的食物非常有限 所以他们无法和你们全家人一起进行用餐 第九点 就只有在平板电脑 电视 书本 玩具 或者是在父母 来讲故事唱歌的情况下来 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才能够进行用餐 这些情况呢 非常大的已经干扰了家庭的用餐的气氛 第十点 依赖他人喂食 拒绝自己喂食 第十一点 无法出外用餐 对这些小孩子来说呢 因为他们的饮食 食物的选择非常有限制 如果让他们到外面去参与一些social event 社交场合活动的时候 都有参与到一些食物的infoil在里面的时候 这些小孩可能会感觉到更加的焦虑 更加的恐惧 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要选择怎样的食物来吃 所以一般这些小孩呢 都是被孤立的 最后点呢 以上我刚才所讲到的 所有孩子的这些饮食的选择啊 跟家庭用餐的气氛 已经大大被受到影响的时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必须去重视 这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到了 另外一个spectrum 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 另外一边的极端挑食行为 那以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形容词啊 或者是一些极端挑食者的饮食行为 那么当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 非典型的挑食行为 就是极端挑食行为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如果你不确定你孩子 是不是有一些极端挑食的行为的话 我会建议你进行这个喂养评估 比如说先可以到这个小额科医生的诊所 去做一份非常详细的身体检查 还有这个咽血报告 然后医生呢 就会depend on小孩的这个 严重的程度 然后再refer你去不同的department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有营养师啊 of course 我们营养师就会focus在这个营养上 跟饮食行为上 跟这个喂养的这个责任上 来做出一些改 如果小孩有这个咀嚼上面的问题呢 我们就会refer他们去 这个语言专家 或者是理疗师 或者是这个智能师 上面去做出一些 知识上的改变 或者是咀嚼口腔的一些运动 来改变孩子咀嚼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小孩对这个食物非常感觉到焦虑 或者是感觉到很恐惧 或者是心理上有一些因素 影响他的进食情况之下 也可能会需要到这个辅导员 或者是心理治疗室 那么有些小孩可能是因为吃食物的时候 他的肠胃会不舒服 每一次吃食物的时候 都会有作呕的反应啊 或者是呕吐 或者是过敏的反应 我们都可能要去refer这些小孩 去给这个肠胃科医师 或者是这个敏感皮肤科医师 虽然说挑食是儿童成长的必经之路 那么这些饮食行为会否变得更加糟糕呢 是的 他绝对可以 因为很多父母呢 在发现孩子有这个typical picky eating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反而他们去做了其他不该做的一些在饮食上面错误的示范 然后导致孩子在这个饮食方面呢 更加有负面的影响 然后导致孩子对这个吃饭啊 或者是饮食上更加的不喜欢 更加的抗拒 然后他们就慢慢移向了这个极端挑食的这个方向 好 这个就是以上视频的所有内容 今天我们讨论的有极端挑食行为有哪些 还有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开始要去重视这样的问题 还有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有问题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欢这次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转发给身边所需要的朋友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